另外也是新科议员的林玉芬 则是关系花莲南区原住民部落产业经济发展 以及文化推广等议题 其中玉里镇林雅部落在丰年纪中 独特的一项仪式七坛九翁 在丰年纪中摆放在祖林面前告祭祖先 同时也是传承下一代的九伯之一亿 他希望借文化观光以及原民处的跨局处方式 来整合资源 创造文化产业化的实际作为 来帮助部落经济的发展 花莲南区县议员林玉芬在宪政总咨询中 是针对了文化观光产业发展 以及部落聚会所用地的取得 与原住民行政处、农业处、观望旅游处、财政处、文化局 进行双向的意见交换 希望借由部落的文化推展 为193线的观望旅游提供体验游程 并且能够有大型的展演空间 如风雨计划聚会所 为部落的发展能够有长期的规划 那看到我们里面有行道树枝美 田园风光部落文化艺术家 我们有两个艺术家在这里 然后有古道有美食 那也涵盖了好几个部落 我们的林牙部落有七坛九 这次代表花莲县到台北去 参加原住民全国运动会的 这个传统乐舞的部分 我们是拿到冠军 玉旅193夏德武到乐和里的这一段的 这个产业文化观光的这个廊带 因为很多的计划已经在这里进行 比如说是文化局的这个可行性评估 我们里面有我们的艺术家 然后我们的文化园区也重新做规划 那这一条廊带里面的我们的行道树非常漂亮 也有很多的我们在地的族人 有很多的计划在里面 比如说我们林牙部落 这次拿到全国原住民冠军的这个林牙部落 他们以七坛九为主题 那做展演他们拿了冠军 那部落的族人一直希望就是说 在这里面能够把七坛就文化的酒能够发扬光大 那除了发扬光大之外 能够传达这个部落阶级的概念 各方面文化的一个思维在里面 我们还希望让它成为一个能够上市的 一个能够卖的一个行销的一个文化的酒 那因为针对这一点 我们部落里面资讯比较少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财政处这里 或者是农业处这里能够提供协助 这是这一个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成就这样的一个事业 那再来就是 我不要关注的是原住民保留地的问题 我当任代表八年 也都非常关注原住民保留地的问题 那截至目前为止 我还是非常的心痛就是 原住民保留地的申请案件 仍然需要五年十年二十年的再申请 排除有纠纷有问题的案件 仍然还是需要这样的时间 那我希望我们的原民处 跟我们的原民会能够看到这个问题 然后来帮忙解决问题 虽然我们的整个法令各方面上位也许没有完备 但是我们在执行面上面 我们是可以解决的 比如说我们的国产署能够加派人力 让我们的申请的案件会刊能够如期进行 然后很快的会刊完毕 诸如此类的 然后我们的排刊的时间 能够提前 然后能够赶快排 然后我们原民会该给的经费 要赶快挹注经费 像分割的费用 你没有给分割费用 我们根本也没办法做事情 这还有人员的费用 所以这个种种我们希望 我们原民处能够责物旁贷 玉里镇193县郎道 万事皆备 只欠东风 执询过程中 他也对于目前花莲南区尚未进行 聚会所兴建的乡镇 激励争取聚会所的设立 反映部落族人所需要的建设与困难 争取相关的预算编列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导